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唱 还是弹 还是写 还是听 干什么东西 音乐里面最重要就是节奏 它把你这个动起来了 这个不像画画 没有这个问题 它这个是时间的艺术 必须要把这个时间掌握得很好 所以它是最重要的 对任何学音乐的人都重要 那另外一个呢 音乐跟别的东西不大一样 音乐一部分是表演的东西 所以很多都是表演的音乐家 可是另外一部分呢 音乐的内涵非常重要 那如果你只想做表演的音乐家的话 那我今天讲这个东西可能不重要 所以有的人只要唱得好 弹得好 等等 他也可以做甚至做世界有名的音乐家 我现在讲音乐 内涵 就是你要了解音乐的 学理也好 或者乐理也好 或者旋律节奏 和声编曲作息等等的音乐本身的话 那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 调性 我认为它是音乐的根本 最根本的东西 所以很多人的音乐不是很扎实 或者不是很熟练 他可能是音乐家 但是那只是在表演艺术方面 所以一个钢琴家 声乐家 很多音乐家 但是对音乐本身的那个素养 或者本身的内涵的这个素养 可能不是那么这个扎实 如果你想对这个音乐本身了解 或者熟练 或者是研究的话 那第一步最重要 根据我这么多年来的感觉 或者是经验 或者是研究 我觉得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一个什么 调性 所以一个人 他的音乐好不好 从他那个调性就知道 他对音乐这个情况了 如果你问他什么调都搞不清楚 这个人音乐不可能好 那不是说他这个四大音乐家 音乐老师 音乐教授 音乐一定好 那两码事 他可能是表演艺术家 表演音乐家 而对音乐本身不是那么好 音乐好 你必须要从十二个调 非常非常好 那我现在就向各位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要了解十二个调 实际上有十五个调了 可是对耳朵来讲 就十二个调 那我们先把这十二个调 要弄清楚 这很难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我们学校里面都教过十二个调 一般人都说十二个调简单 会算会写 要真正做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每一个音呢 你要知道它是什么调的老几 每个调有七个音 十二个调各有七个音 但是你要知道每个调的七个音是哪些 你要知道每个调的七个音是什么 那么这些要花一段时间了 那我想简单的方法向各位介绍一下 你知道这个音是属于哪些调 那我现在我们又再介绍这个五读圈了 假如C这个音是哪些调 提供你四个字 密集 反 反式中 一步 然后顺式中 七步 一二三四五六七 再讲一遍 假如C这个音是哪七个调 那就先反一步 再走七步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调 就是C属于这七个调 然后它是这七个调的什么东西呢 发 朵 收 瑞 拉 米 西 是这个调的发 这个调的朵 这个调的收 这个调的瑞 这个调的咪 这个拉 这个咪 西 发 朵 收 瑞 拉 米 西 大家再听清楚一遍 这个音 这七个调里面都有这个音 而这个音呢 这七个调的什么东西呢 发 这个调的发 这个调的朵 这个调的收 这个调的re 这个调的拉 这个调的咪 这个调的西 发 朵 拉 米 西 其他一词内推 那基调 那就发 朵 拉 米 西 B调 发 朵 拉 米 西 一调 发 朵 拉 米 西 每个调 而不是每个音 它有七个调 每个音 它有七个调 每个音 它有七个调 你常常去看这个东西 会调越来越熟 这个音 你哪七个调 这个调里面 哪七个音 把这个了解 这个也许花一段时间了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 当然是要写 要谈 要听等等 要唱 那我们在这里不能讲了 我建议另外就是 大家 常能看自己的手 那刚好是五线谱 刚好是五线谱 最下面一个音 就是 E G B D F 那中间 那就是 F A C E 你把你的手当五线谱 好了 你养上的习惯 没事就看手指后 随便抓一个音 这个音 唱多 什么调 唱发 什么调 这个音 唱R 什么调 唱拉 什么调 这个音唱 咪什么调 咪什么调 就是 反正是 E G B D F 中间这个尖是 F A C E 你把任何一个音 可以当 Doremi 发 手 拉 C 它什么调 如果你到这个水准的话 我觉得你才可以开始 入门 学音乐 否则你在音乐里面还没有入门 虽然你可能是某方面的音乐家 可能是某方面的专长 甚至你已经做了教授了 但是你的音乐素养还没有开始 你必须把到这种水准 你才能弹 讲的和声 作曲 编曲 即兴 任何东西 才会有一个深度 才会有一个素养 所以先到这个水准 任何一个音 或者在琴上也可以 弹任何音 知道它什么调 然后才可以开始弹下去 在纸上随便找到一个音 可以唱Doremi 发手拉西 任何一个音 然后你可以知道它什么调 然后才可以写作 编曲等等 即兴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养成任何一个音 要知道它是什么调的 它是什么调 此时是此刻 什么调 所以我建议大家学音乐 都会学音阶 音阶里面 弹七遍 但是要从不同的音弹 从Doremi 发手拉西 然后从Re Re mi 发手拉西 还是那一个调 但是你要弹七遍 从不同的音 从Do 从Re 从Mi 然后去了以后再弹回来 弹一个八度 两个八度都可以 这样练习 然后再练习什么 一个音 任何一个音 弹七遍 把那个音当Do 弹一遍 Re弹一遍 Mi弹一遍 那个音 同样一个音 把它Doremi 发手拉西 就弹了七个调 这两个练习 这两个练习非常重要 一个调弹七遍 一个音 弹七遍 这个不是一天两天 但是你如果 经过一段时间 把这个东西练好了 就是一个调弹七遍 一个音弹七遍 或者一个调写七遍 一个音写七遍 到很纯熟以后 那你就可以 进入这个音乐的 这个殿堂 进入门槛 去研究音乐 那就无往不利了 那音诚太快了 和弦也快了 和声当然就更快了 然后编曲作曲 即兴等等 都跟这个有关系 如果你这个 十二个调 根本搞不清楚 开得鼠手之头 还想半天 那这个就水准还不够 所以我想 各位学好音乐 两点 一个节奏 大家把它能够 纯熟 熟练 第二个就是什么 调性 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 任何人想学好音乐 我讲音乐 你讲学唱歌 可能跟这个没关系 你学钢琴 也可能跟他没关系 但你要学好音乐 两点最重要 一个是 调性 一个是上次讲的 节奏 希望大家牢牢记住 如何把你的节奏 跟调性学好 你的音乐就可以 入门开始 灯堂入室 更上层楼 好了 谢谢各位 我们下层楼 下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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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